大家早晨,來到星期五的港股開市託 有我Jackson在陪大家,身邊達十後頭機Alan 今天有個新名,不是新名,是真名 李浩龍,有沒有發錯? 沒錯 是否有新的動向? 沒錯,開始自己的資產管理品牌 所以要實理一陣步,還要用一個實名去展示 好像實名登記 對,實名登記 對自己來說是一個轉變和一個上市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一直都是自由身 自己去做一些貨幣 鑑於有一段時間的回報都叫上可 開始嘗試跳出一個舒適範圍 然後嘗試一些新的操作 嘗試做一些資產管理 看看會不會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客戶也好 朋友也好,戰友也好 去行這件事 看看大家可以一起去到多遠 不過以我所知,其實你一向的練習都是很短差為主 所以你的整個portfolio真的都是以短差為主 其實如果以前做一個叫自己炒賣賣的動作 就可以很簡單地簡化地叫做炒賣 但其實背後的套路 又真的不是說炒賣賣那麼簡單 其實趕走說炒賣賣 實際上背後的邏輯和concept 其實是一個叫做 trend following 又是一個叫做 CTA 的策略 如果大家去看一些 就是一些文獻 或者一些基金上面的flash sheet 你就會發覺他們會稱這個動作 叫做 trend following 的 strategy 其實他們將 trend following 的 strategy 就會區分開放一些其他的基金 他又不屬於一個對沖基金的形式 又不屬於一個 mutual fund 的形式 亦都不屬於一些 non-only 的基金的形式 他會稱這個做一個 alternative investment 怎樣為之一個 alternative investment 就是你除了平時的投資 例如我買一些正常的 equity 之外 你亦都要放部分的資產 就是 trend following 的策略 豪解 最主要是因為 trend following 的策略 其實首先和傳統的資產 例如一些指數 index 長期的 correlation 是接近零的 這個 correlation 接近零 就是兩者的相關係數是零 就是兩者其實沒有什麼相關程度 沒有相關程度的意思 就代表著 例如傳統資產 例如可能 當 S&P 500 指數跌得很厲害 可能跌4-50% 的時候 其實可能 CTA 策略 或者這個 trend following 的策略 其實就正在升 而可能到 S&P 500 指數不動的時候 CTA 策略都是不動的 其實沒有什麼相關程度 簡單一點來說 我們都知道 如果我們兩者的相關程度 是100% 例如騰訊和恆子的相關程度 非常之高 其實你買其他一隻 都是向同一個方向走的 如果是負數的時候 就代表著 例如恆子升這隻就會跌 這個通常是債券和股市的相關係數 就是完全對沖了 而兩者是零 最好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完全毫不相關 你應該兩者都買了 你長久以來 就會令到你回報增加 所以我們特別看回這個策略的時候 我們就發覺 原來在市場特別差的情況下 其實這個策略都做得不錯 而它很好的時候 反過來這個策略都可以做得很好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你最差和最好的時候 其實都是市比較有明顯趨勢的時候 所以這種策略可能在過往那幾年 可能自己 是對的 是啦 港股跌市嘛 沒錯沒錯沒錯 其實 無論港股 美股 其實趨勢性都很明顯 其次就是他們的流動性 他們用現身工具都更上可接受 當然你說香港和美國沒有得比 是沒錯 但是這種策略過往在自己身上 用了都幾年 我覺得看回報就不要只看一年 不要只看Eaturday 可能我過去那四年 其實都有一個300多% 一個回報至400%的回報 所以這個策略 叫做自己都親身落場去做 去做操作 去試了 實踐增倉 把現金下去做 都做到一個穩定的回報出來的時候 都想嘗試跳出來用這種策略 就放在一個基金上面去 不要說基金應該是一個資產管理上面去做 嘩 非常期待 剛剛我們又踏入了下半年 我想一下 其實他仍然是80後頭 沒錯沒錯 所以剛剛我們在一個名字裡面 我們都特意要放回 我怕大家誤會了 好像轉名 好像有什麼新動向 Ela剛剛都很詳盡解釋了 我們待會就看看我們在一會節目裡面 會否可以分享更多現在的理念 其實我想 都沒有什麼大不同的 但是就可能有個 fixed 的監管在這裏 大家要認清楚 我們社長 很多人都還稱為社長 李社長 都可以用回舊名的 親切一點 我們待會再詳細探討 不過我們看看港股 港股來說 其實過去這幾天 我想相信很多的港股投資者 都那些叫什麼 見露水 九項見露水 是的 因為 有得能夠升 昨天成交還要過一千億 多久沒有見過過一千億的成交 然後之後 有個列口向上 然後再加上 昨晚的美股 納指和標普創新高 再加上美金 就跌穿一百 那刺激到港股 其實今早 都能夠衝到 一萬九千五百點 流上的水平 但是你見到現在 其實升幅都稍微收集一點 不過我想先問了 就是 過去這一個 其實剛剛都是 真的在這一個禮拜裏面發生 怎麼看這一個禮拜 港股的表現呢 其實 會不會你都覺得 只不過是純粹一個 技術反彈 因為剛剛 我們之前就見到 一個雙底形態 出來了 算不算 只不過是一個 雙底形態的反彈 我們很難去期望 一個轉勢的出現 其實自己都用這個 趨勢策略去看那件事的時候 為什麼我之前 經常都會說MACD 其實MACD 就是一個趨勢策略 一個很基本的 一個解定趨勢的方法 如果你見到 外面普遍 例如一些大一點的 一些 transforming的基金 例如 Grantham 直角拉銜 跟著AQR AQR Tekapital 這一類的分 它們最基本界定的趨勢方法 可能都是一條 simple moving average 而已 用這些最基本的 transforming 的介法 其實都挺恨之有效的 如果我用回這套模式去看 現在恆生指數 其實只是屬於階段四 入階段一的一個過程 即是在MACD是零線以下 而且快線是低於慢線 就叫做階段四 轉入階段一 即是快線高於慢線 兩者都是零線以下 在四入一的那段 其實是整個指數升得最漂亮的一個period 當指數入了一之後 其實 就會將升勢放緩和減速 如果以一輛車來看 就是你當四去一就是紅燈轉綠燈 那你就會比行油然後去踩油 那段時間的加速是最好的 然後去到綠燈完之後 你不能無限量踩油 你一段的時間 你是保持著這輛車在constant speed 我們叫做 即是不加速沒有acceleration 那你一段這樣的過程 就會是一個 叫做 視野沒有加速的動力 會怎樣呢 就是板化倫頓 即是開始轉板化去炒 炒完之後 指數就可能會在階段一 磨一會兒 慢慢升 最近的階段一 就可以看回 6月2日 這些這樣的位置 你見到指數都是在階段一 會不會好像之前那樣 一日升四五百點就少一些 你見到都是慢慢磨上去 我想去到這段 如果好一點的走勢 就會慢慢磨上去 而如果沒有那麼好的走勢 就可能都會在 1995-1995這些位置 就可能做平台 之後再上 這就是兩種的模式 但是在這種模式之下 我自己就傾向不去 估計指數 就是短炒為主的操作模式 但是如果在這種模式底下 其實更好的就是 炒個別的板塊輪動 以及由一線股 開始轉到二三線股 都是在這種模式底下的操作 亦都是在過去一年 我相信大家都已經學習到 不再需要太關心指數 你會發覺過去一年 即使美股也好 港股也好 你看著指數去做一個配置 反而不夠你去選擇一些板塊 做得好一點 例如美股 你買Manifestor 7 可能最大那七隻 其實你還回報 比你買NQ指數的 overall的一個動作 港股也一樣 你先前有炒車股 現在炒科技股 但如果你只買指數 你發現很多股票 其實都不動 反而都是維持這種策略 去選擇板塊 做會更好 所以我覺得跟上個星期 我們的論調都很相似 因為我記得上個星期論調 你都是 Sorry 不是上個星期 上個月 剛剛都有一個月 我寧願不選擇指數 我在板塊裏面做一些 的操作 可能那個 或者勝算 或者有機會 可能 來得為之多 但是我 我喜歡問道讀 雖然 因為板塊有些 我們稍後時間 我們再詳盡去思考 但是你說在指數上 當然剛剛你說 我們MACD 階段四入階段一之後 聲勢又可能會放緩 我們今天都很明顯 就是我們看到 含字衝上195之後 其實有少少 你當我來盤也好 什麼都好 我再看回 其實6月20日 就是剛剛我們用那個 日線圖計 其實6月20日 剛剛有個列口 就198跌到195這個位 如果純粹從技術派去看 其實會不會有機會 要補這個列口 還是其實可以 不補這個列口 都可以指數掉頭向下 這就是指數上的看法 但其實我們真的 去操作一些 叫做交易的時候 我們傾向是看回期貨 我們看期貨的時候 其實那個列口就相對 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明顯 沒有那麼明顯 你會發覺 其實就沒有一個 很明顯的列口 甚至乎 你當今天 期貨 都升穿前頂 但是其實 期貨升穿前頂 是不是一個好的 笑頭呢 又未必100% 以短線來說 他開始有嘗試進攻的 局面出現 但是進攻完 相信也會引來不少 獲利盤 有些叫做沽額 去沽下去 特別是 剛才如果大家看到我 已經偷步 按了小時圖 你會發覺 小時圖 有幾個信號 大家都要小心 雖然升穿前頂 但其實MACD已經不再有之前那麼高了 即不再有前一下 去到大概7月13日 晚上那麼高了 你會發覺MACD 當時的 32點多 現在的 已經去到負數 即一直升上去 但反而MACD的高位 就沒有前頂那麼高 沒錯 有些相反方向 沒錯 這個叫做 少許背遲 用 背遲 另外就是 MACD的數值 都是略為少許背遲 你看到當時是150多 最高157 但其實現在MACD的數字 只有145 這個也是一個 少許背遲 另外RSI 其實都在70流上一段時間 我看看有沒有開到ADS 可以搜尋的 可以搜尋 唯一就是ADS 我幫你搬上來 大家可以一起看到 好啊 應該是這個 是的 你會看到ADS 其實最高都去到56點多 雖然我覺得 未去到很extreme 如果真是你說很安心去做淡 就應該都要去到70多 才可以做到 就像這個 是的 但都未去到那麼高 所以變了 70多 你看到這個位置 就是跌勢的盡頭 其實70多 就是代表趨勢已經非常之強 強到尾的時候 就會調轉去走 所以 你看到今次去到50多 是沒有當時70多那麼高的 這個也是令到 我不敢說很大手做淡的原因 我覺得可以開始留意 準備駁一個短期reversal的情況出現 我猜 最好的做淡位置 會是什麼呢 就是現在小時圖少少回 我覺得未直接對 最好再抽穿到 昨晚夜期的頂 這個好像未包夜期 這個包了 我開了T加1 T加1 我開了T加1 如果未包夜期就是這樣的 就會多些裂口 如果包了的時候 就會沒什麼裂口 所以就19597就是昨晚夜期的頂 是的 如果 轉頭那兩個小時圖 開一支揚竹 吹吹一吹的頂 而ADS一路上去 大概60多到70多 其實反而是挺適合 去搏一搏少少的淡倉 但這個淡倉是很短線的 沒錯 因為剛才我們一直在討論的範疇 都是一個小時圖上面的操作 小時圖上面的操作 如果小時圖上面的操作的時候 我們其實在看的都是小時圖上面的食物 我們剛才這樣說 如果過兩三支竹 升穿到前頂 穿到19597這個位置 19600-19700左右 都是兩三支竹 你的食物位 其實你都是看著四至六支竹 即是四至六個小時 即是一個小時一支竹 所以其實這種交易策略 是可以嘗試開淡倉 然後看六個小時至八個小時 你給我多一點Buffer 就是大概一至兩天的交易策略 你便要去到下星期初 你剛才說的這個位置 就可能只在下星期初 這樣做一個操作 如果到時可以再升穿到MACD前頂150多 然後ADS又到70多 其實也有一個很極限的價值 不過其實也挺小 你剛才說 ADX 也是一個trend 一個趨勢 即是去到一個很極端的狀況 但其實看回 都不是經常發生的 是呀 因為其實你見到小時圖 就算上一次去到這麼高 就是這些位置 你會見到也有一點點reversal 即是它本身在跌 跌後其實你見到之後 都可以再跌 但它中間都會有一點點 因為ADS去到一個極限的 它都會有一點點 回調 反彈一下 然後才會繼續跌下去 繼續跌下去 正如今次的升浪 如果我們看日線圖 其實日線圖 它都叫做非常之正路 入了階段一 你入了階段一之後 就算回到百多二百點 去到193 我假設 192至193 其實都仍然在階段一的範圍 你是階段一的範圍 站穩幾天 之後再破上去 其實無論對於好友來說 都是健康一些 即是你好過你現在突然 突然上到兩晚 反而你快來快散 更危險一點 那你不如好像這裏這樣 你說整股幾天之後再上 然後再試這個2020 2020 其實對大家的好友來說 都會健康一些 還有 有一個問題 最近 你看看指數 除了科技股之外 其實其他的板塊 還沒有很動 如果你幫我講 本身車股很強 就是 衛小利 比亞迪那些 看這一浪是很強 之後 之後這兩三天 就只有科技股 領著市 就是騰訊美團 和阿里巴巴 昨天的聲勢 多厲害 但是你好像 中特股沒有的聲音 然後 內房那些 又好像 之前一直都 打不起 金融 是唯一金融股 匯豐 都要強 但是 只不過是強勢 但是沒有什麼 升 其實 如果我們看美股 有一點點顯示 如果美股的話 大家反而昨晚去炒的時候 你會發覺 其實BABA和百度 那些 開始沒有那麼大力 但是 中概股 中概科技股 中概科技股 但是如果大家再炒小一點 例如 YSG 糟了 什麼來的 日先電商 是 很小的 23線 3 4 4 5 3 4 5 4 5 因為大一點 23線有什麼 民創優品 名創優品 然後 MNSO 你會發覺 昨晚開始炒這類型的 23線股 好像你剛剛那樣說 其實資金是由大股 轉到2345的股份 沒錯 這件事在美國開始發生 那會不會 尾聲 未必 因為它應該正常的 板塊輪動 先行大股 轉到23線股 炒一輪 最後大股再破一次 然後再炒一些 可能再小一點 然後大股不動 23線股不動 現在還未去到 未的 現在只不過是 先進入第2階段 是的 看到其實MACD也是階段一 如果真的去到尾段的話 至少有兩種個個案 會確認尾段 第一就像這裡 入了階段一之後 打橫走 都有差不多半個月至一個月的時間 就是專炒二三線股 炒完到最後 發覺錢不肯去回大股 又出現其他新聞 那是不是散了 然後就入了階段四 那這種做法的時候 你都不用看指數 你都是炒二三線股 其實 如果另一個強勢一點 都可能 要遠期一點 我是否可以再拉早一點 因為這個時間可以設定 這個是小市圖 這個是日線圖 我們設定三年 就可以拉低 另一種做法 就真的好像這個 階段一直接入階段二 又真的升多兩三個月 這會是一個正確的 你看到階段三 剛才說過的玩法 大價股先升 然後炒二三線股 二三線股炒完 你見到指數還行 錢再回到大價股炒 之後就真是 叫做食股 這個還是一個叫熊市的炒法 熊市式的炒法 都會是這樣 所以現在其實都是一個 叫做相對早一點的階段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看到美股也是這樣 另外 其實之前都跟一些 群組裏面部份的朋友在說 就叫做例如 大家都在炒 為什麼科技股放寬 其實沒什麼人提過富途 其實之前都受到一些監管 有些政策上面的問題 其實都是很少人提 如果大家看到富途升到這麼多的時候 其實自己會比較傾向是Tiger 就是Upfinance 其實這個名字 中文名一點都不Tiger 以前叫老虎科技 現在 現在其實 你打一曲就說Tiger 因為他以前叫Tiger 老虎科技 後來轉了名字做Upfinance 所以中文叫向上科用 所以其實他的Ticker 他上市的時候叫Tiger 所以就叫TIGR 現在是不叫Tiger 不叫Tiger 但我們炒得久的 都喜歡叫做Tiger 例如富途 以前上市的時候 都不是富途 好像叫富途牛牛 上市 即是FTNN 後來才轉了 所以Tiger也是這樣 你會發覺Tiger反而是更厲害 富途 你會發覺資金 就開始 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就轉到二三線股 但香港其實是未正式 走到這樣 即是 二三線股 例如 如果你現在炒好科技股 你會發覺可能是3888 這些就會開始好一點 就開始舒服一點 接著有隻金山雲 是不是1896 我忘記了 1896是貓眼 金山雲 我們說出 這些年紀大了 因為美股那邊就有隻KC 金山雲 3896 是3896 為什麼沒有出KC 有啊 第二隻 這個 你會發覺其實金山雲 今天港股不是很厲害嗎 港股 照相對的 但是相對 通常 396和KC 是有些Discount的 我自己就沒有去到那麼小 我都是去到3888 即是金山科技那些 所以其實資金就開始走 我們就 叫做 不想那麼多 Follow the trend Follow with the smart money 因為你想太多 其實現在都是 沒有的 正如之前和那些行家聊天 你如果看現在的股票市場 有很多bad news 又怕衰退 你的數字又不好 是不是 然後你 戰爭都沒有停 各方面 但你不要想那麼多 你總之Follow the trend 其實這是很長遠的 看淡的 Message 近幾天是很多正面 Message 你美金跌回來了 人仔轉強 你想想我們 由低位都彈了一千點 港股也可以跟得足 這一段反彈的聲浪 然後現在 美國的經濟數據那麼好 大家覺得加息周期 可能比想像中語 好像這幾天是很多 正面消息 再加上 總理李強 就說這個平台經濟大有可惠 這些Message 其實全部都很positive 在短線來講 是 特別是一種叫做 叫做 被極太落的狀態 你是一個 掩壞消息 剛才我說的 世界 衰退 有力有力 其實都已經說了一段時間 沒錯 即是你已經說到 都沒有得 沒有得再差 是不是 你已經說到 第三次世界大戰 是不是 有什麼可以再差一點 當你沒有東西差的時候 有一點好東西 就好像經常說笑 就是一個渣男平時 對你渣開 突然間對你康復幾天 你就死心疼地了 你很久沒有說渣男 不說話 PUA 其實策略都非常清晰 我們看到恆生指數 都繼續縮下去 我們看一看今早早 其實 升市裏面 或者現在市況 有什麼情況 看到科技股 有個別 開始 都有點腳軟的跡象 因為騰訊 還是靠勻 但其實你看到 現在都只是升了 一元 但阿里巴巴 和美團 已經 要下跌 也算是 拖著恆生指數的 升幅 至於排第四 成交比較多的 就是恆生中國企業 這隻ETF 匯控 我覺得這隻很厲害 今早早是不是破頂了 是的 再破52 就慎高 最高是62.9 升幅超過百分之一 盈富基金靠穩 網易也有超過百分之一的升幅 京東靠穩 建行靠穩 小鵬 今天來講 就有半成國外的跌幅 似乎 不知是否 好像剛剛阿里說 板塊量動 因為車股之前都比較強勢 近日有一點資金流走 轉到其他板塊的跡象 稍後再詳細問一問 我想追問多一點關於指數策略上 你剛剛提到我們做一些 很適合的短線操作 如果在工具上 我都知道Alan 很多不同的工具都會使用 但是如果我們用市面上 另一個比較多的 就是Corpura牛行的話 如果我們做一些很短線 指數策略的話 你會怎樣去選擇一些 條款或者 去選擇一些產品呢 其實是兩種模式 第一種 通常衍生工具 人們會買一些 價外的操作 通常 為什麼他們會買價外呢 因為價外有爆炸力 首先你會賺到 入價的那一下 股票升幅 第二你會賺到 Delta Change Share的加碼 當股價越來越貼 價的時候 Delta 也會越升越多 所以你那個Delta的便幅 你就會 吃下去 這個是一個正常的操作模式 但是 Trade Off 會是什麼呢 Trade Off 就是你要坐 這隻的衍生工具 坐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例如一個月 三個星期 甚至乎再長一點的時間 當然就要給時間值 去換取這一類型的勝負 好處是什麼呢 如果你的underlier 是可以有一個長升長有的局面 舉個例子 好像2019年 2020年那種升幅的時候 你基本上坐在這 可以去到幾倍的一個 贊幅 但是大家都很明白 經常都會罵港股 大家都習慣的 你發覺港股去做這種策略 性率相對是會低的 如果用一種 Train Forward的策略來看 這個就會一個叫做性率低 但是Risk Reward Ratio 高的Train Forward Strategy 這個Duration也會長 我們去選擇衍生工具的時候 就會選擇一些軟價 到期日要遠一點 因為你的到期日 如果太短的時候 你對時間價值的敏感程度 會比較高 即你的時間值選好會比較高 你就不會選擇一些 那麼短期的衍生工具 另外你的價位也要相對遠一點 但你不要說去到沒有薪工要升一倍才能入價 這些就有點太軟 其次當然Premium 越少 大家會有一個日價出來 日價越少就越便宜 但是我們去做剛才恆新指數的交易的時候 正如剛才這樣說 我們的恆新指數在做小事圖 我們說完之後 其實都一直開始縮 原來他都沒有升上去 就已經回 我們是做一個小事圖的策略 目標都是望200到300點 如果我們做小事圖目標 238點的策略的時候 我們就反過來做 就不要做剛才這樣說 不要軟價 不要軟期 反而是越貼價越好 即是就快可以倒價 Delta 會比較高一點 例如如果當期指日 我現在是19,300 我做19,100 Delta是約0.5 就是恆子每跌1元 我將期權升0.5元 如果在衍生工具 例如Wallon Delta也是同樣道理 越貼價的Wallon Delta就越大 你就容易賺到那個升幅 其次就是時間值 其實不用那麼遠 因為時間值 時間到期日 越短 反而那隻Wallon 對於股價的敏感程度 是會高一點的 所以我們去 恆生指數的時候 用剛才的策略就是 短線體淡 純粹小事圖 駁4至6支足 去做reversal 有兩種策略 一就是現在可能做一些 剛才這樣說 升穿了頂之後再加倉 另一就是等升穿了才做 兩者都可以 看大家的資金和策略是怎樣 這兩種做法都是駁4至6支足 4至5至6支足 如果這樣駁的時候 就選短期 接著就選貼價 即是近價一點的Wallon 然後再看它的隱身波幅要低 隱身波幅越高 就代表 其實Wallon的選套程度都高 等於貴一點 等於 槓桿自然會低一點 但我們其實大部份 恆生指措的 衍生工具都貼價 都很接近的 人身波幅 只要它開價 有流通性的時候 都可以貼到 平時大家看到的 人身波幅 即是Wix 那樣的 幅度 我現在即場打算表現 選擇一下 好 因為如果你說期貨期止 我們就 我不是很熟 牛熊那兩個比較熟 首先 我們剛剛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 到期日要近 沒錯 即是不要太遠 其次就是 盡量行駛和現駛比較近 那麼我們今天 剛剛指數的論調就是 我們 短線 很短線 沒錯 如果是這樣 我們就可能找一些 Pood 或者找一些紅症 我現在就嘗試找一些Pood 不過我看到剛剛看了 例如這裡 其實很大部份的到期 都應該去到七月底 真的只剩下這兩個星期 都夠 都夠了 因為我們只有幾天 是啊 因為我看到有些八月的 但正如剛才這樣說 我們其實都只剩下四五六支 其實會在一個星期內 其實都夠了 還很敏感 因為到期 近 基本上真的會跟指數 動 總之七月內 這裡不是很多 如果我們選擇一些貼價 因為現在的含指大概是194 最貼價應該是這隻 19108 這隻是1251 是的 是貼價的 就是相對貼價 剛才我們看到 是相對貼價的 其實也有些純膠 也有些街貨量 隱身波幅就大概20 我想問你平時做的 期貨期權 是否也會看到 這麼說 如果 隱身波幅是一些很extreme的 例如相對高的時候 我其實就比較會看貼價的 其實我們現在 這個隱身波幅叫做 通常用一個percentile 去計算這個隱身波幅 屬於哪個percentile 即是有一個百分位數 現在是屬於一個 大概25到50%的percentile 差不多的位置 這是一個正常的情況 其實在這種情況 隱身波幅 只要你不要跟其他 DV太遠 我都能接受到 如果去到很貴的時候 這張衍生工具自然貴 你都會比較緊張 隱身波幅 現在其實就不算很貴 所以是能接受到的 我覺得20多是一個合理的水平 這就是我們剛剛 即場表演 簡報等的情況 但是總之如果大家覺得 恒指 不過提醒大家 剛剛Ellen都說了 一個很超短線的步驟 可能真的到下星期一 或者星期二 整件事就已經 invalid了 即這個看法可能有 機會不同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用這個12.251 這個恒指的putland 去部署那個 港股 一個很短線的調整 我想是很超短線的調整 這就是大體的港股指數看法 另一方面 今天Ellen就有幾個輪調給大家 其實剛剛你也說了一點 就是一線股 轉去二三線股 我們現在就是去這個 stage 剛剛有幾個科技股 都提了給大家 但如果真的在 板塊的輪動上 會不會有一些 其實 如果科技股 我們選擇二三線 但如果大家說 會不會現在我們都未必去選科技股 可能是選擇其他板塊 也是 不過今早就 看到有些即時的轉變 你會發覺 看到今早其實科技股 首先就不太動 但其實有些 個別的板塊 例如 151 中國黃黃 飲飲食食 飲飲食食 有些 857 反而很奇怪地 是穩定性比較高的股份 破頂 就在破頂 這個我覺得 都要 待會我再 因為今早開始 未有機會看到 唱了Alan的時間 但這樣一路看下去的時候 我自己會覺得 科技股首先 我暫時不會看 一些大人科技股 反而會看一些 二三線股 好像剛才那樣說 3888 然後一些 電子類 250 那些其實形態上面 也有一點設置 但當然 它不會破位 如果它破了位 基本上就不用考慮了 所以我其實這些都暫時 在watch list 上 未有出手 例如 你見到它做 三角形的形態 如果不跌破 這個上升軌道的話 我仍然覺得它有機會 破到 二十五個七號多 這個前頂 若然它破到的時候 其實它的 價錢都軟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好像剛才那樣說 就是一個 低 成率 可能你只有兩三成 機會破到 但是一破到的時候 那個 直播空間就非常高 因為 紫充位 可能就是 二十四個半 甚至乎低一點 比較有二十四個三 但你的目標價 可能不適合到 二十七元 甚至乎更高 這些也是一個 我會考慮的板塊 而三八八百 剛才這樣說 因為我看著 KC 就發覺 都挺好 他的朋友 二六八 最近都在底位上 上來 三八八 我覺得 都是可以考慮 而 形態也很漂亮 就是 又回到階段二 若然做少少後抽 即是去到三十二個半 三十二個半 大家都明顯看到 有一個三角形的形態 如果後抽少少 我覺得未至於 試到三十一個四 那麼悲觀 可能去到三十二個半 四至三十二個半 去做一個部署 然後拿回三十一個半 去做紫線 你就放下一元 看看去不到 三十四元 破頂 如果是這樣 你都是拿一元 兩元 樓上的一個 交易策略 你這個其實都是有一個 直博空間 而你那個 直博率 相對 二百五來講 我覺得高少少 因為他真的已經走出了三角形態 三百八八 直博率 就會高過二百五少少 但兩者 都是二三線內別的股份 可以看一看 而車股 其實我本身都有留意過 一種策略 那種策略 其實可能都是 Long short策略 所謂的Long short策略 是甚麼呢 就是你會見到 例如1211 215 2015 9868 之前很強 之前很強 但其實昨天的市民 大家吃虎日 很高高高的 但這類股份是不升的 1211也是去到 昨天的 臨尾收市前一兩個小時才發力 要追回一點點 但其實都不是升得很多 你就會見到 這類的大型股份 其實開始轉弱 車股的大型股份 開始轉弱 而反而 之前一些沒甚麼炒過的 例如廣棄 那些都是在做三角形的形態 雖然 收窄 雖然都是未破到的 甚至乎今天有一點點 就是去到 階段 3 這個局面 175 其實都是在做三角形的形態 但是我都會留意 會不會今天進入階段3 所以我本身 計劃的一個策略就是 做淡一些大型車股 做好二、三線類別的車股 但是今天回到的形態上比較有一點點 我覺得這個可以多看一會 多看一會 我想有些像你今天的主題 就是在板塊裏面 自己都有一些資金輪動 我在最頂的層 抽走資金 然後在下面下鑊再炒 科技股就很明顯 沒錯 車股就可能 相對的沒有那麼明顯 但是 我想問 例如 那種概念 我聽下去 仍然可以保留在這裏 但是我想問一下 例如吉利為例 因為始終今天的形態 可能會比你想想中差一點 但是 如果它能夠收到什麼的位置 或者形態上可以保持到什麼 其實你都覺得它還有一個 上升的潛能 其實例如它這一隻 現在已經叫做9.6這個位置 我覺得很簡單的 就是它今天收得到 前低位 大概9.51 它站穩度 或者星期一回來做個洋竹 都叫做收得到的 因為今天有機會跌穿 之後收回 即是你說有機會穿951 今天有機會穿951 但星期一回來收得回 都是一種好事 例如 最近都發生的 例如這隻992 我自己都形容是一隻強勢股份 但是 在上星期四的時候 它會有一天嚇鬼地跌了5-6% 不知道做什麼 其實很快就要重新上升 第二天基本上已經升了3-4% 然後現在已經收復了 洋竹的大部分 當然我不是說這隻好 現在不是 但是一個例子就是 它跌穿了可以很快收復 都是一個好事 如果發生是175度 例如它跌穿了 951可能跌得深一點 但是星期一回來開支洋竹 去回951樓上 其實就可以留意 那個 Breaking point 是在下星期一 下星期二 因為你下星期二 即是星期一回回951 剛剛好 你下星期二開支洋竹 就很英俊 到時就可以想想 會不會再買 當然 你都要看 其他23線車股的走勢 例如238 有沒有大型問題 如果你說其中一兩隻車股 突然散了 又是整個版本 但是不要得 所以我們 就會看了 如果你去守得到951 然後 今天都不穿951 沒有那麼悲觀 站到960 960 又是站回到2164的位置 其實它的MACD 都沒有很差 我們這裏可能看得不太清楚 我試試開這個圖 會不會清楚一點 如果開MACD 嗯 因為剛剛那裏 可能它閘著了 看這裏怎麼開MACD 不要緊 這裏可能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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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很熟 嗯 對 相信這個 都會有 大家有用過的 這個都有 對 對 應用 不是 雙關其權其課 是不是要先關掉MACD 因為它是附圖層的 這個叫主圖層 它有一個附圖層的 導出指標 不是 它應該由它按出來 但是 它無法顯示出來 不要緊 我試試在這裏收回其他 是嗎 因為它有一點窄 這個MACD 好像放大這個 是的 因為現在還在階段二度掙扎 其實如果它收回到九六五 九六四這些位置 其實都還能守得住階段二 它仍然是強勢 它還行多幾天的時候 它可以再試到 差不多10個二的水平 嗯 所以就三樣東西 第一 下個星期回來 要守得住九五 九五一樓上 第二 整個SATA 會不會有一個進一步轉差的跡 是的 第三就是我們剛剛MACD 它可不可以維持在階段二 沒錯 這個細頭 如果有這三個 其實它仍然可以保持到一個 有機會向上的想法 沒錯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我們在選擇策略的時候 因為 個股 跟我們指數不同 指數我們剛剛 就是一些超短市的部署 但是個股身上 會不會可能 策略上或者選擇產品上 跟剛剛的指數有些不同 嗯 因為我們這個就要看得遠一點 因為剛才這麼說 就算下個星期收了 它也不是馬上起飛 即是它沒有指數的方向那麼快 和那麼明顯 它這個就要擺久一點 它的指示位也很接近 剛才說了九五一的位 只要你確認了 連續 例如今天真的穿了 第二天收回 這就當一次 到它第二次跌穿九五一的時候 你基本上怎樣都要走 或者它今天跌穿九五一 第二天不是開陽燭的 其實都要確認跌穿了 都是要走的 那指示位 如果真的要我給個實數 就當作九四 九四零 但是九五一 這個位其實沒有一個實數 你可以跌穿九五一 第二天都是九四五五 可以假跌穿 是的 所以我的操作反而 你的指示 真的確認跌穿九五一 有兩個個案 一是跌穿了 升上來再跌穿 第二個案 跌穿了 第二天再跌穿 這兩個個案都是一個差一點的營灘 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叫止捨 但我們上網空間 就像剛才說的 可以放遠一點 即Lex A可能放到十個二樓上的 前頂 前頂 甚至要多些十個半 這個首先 策略上 跟剛才恆子的淡倉不同 你要放久 到期日不可以短 要長 第二 行駛可以放遠一點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你其實是用一個低成本去補一個比較大一點的trend 那你這種策略 就會是越便宜的成本 的槓桿越大 所以你就可能要買一些 軟價一點點 軟期一點點的衍生工具 即到期日可以放遠一點 沒錯 目標的價格又可以放高一點 我們又學人玩職場 我們這次就應該一七月了 一七月了 即是我們看好嘛 所以就選一些call 先看看 因為我們今天就學了選產品 用時間值去選 先看看 我們七月的那些不會 真的不要 因為剛才這樣說 我們要放久一點 而且你看到有很多condition 你不要破才行 其實你買完七月 可能等完都到了期了 所以不要選七月 但十二月又好像太遠了 十二月遠了一點點 遠了一點點 可能一、兩個月 一至兩個月 八月、九月那些就好一點了 剛剛你的目標就看有機會是 十個半左右 附近 如果這個可能是這個 十個半左右 對 相對地我們撕到剛剛那堆的 對 因為我看到八月那章都十七個幾 都有點遠 我沒有看錯 我先把這個 十五 十七個幾 這樣就好遠 不夠敏感 真的不夠敏感 所以其實如果這樣掃進去 而且你現在沒有gearing 所以你見到九月那兩章 其實是一個十三 一個十個幾 但我們正如剛才所說 首先港股的大 trend 你不要想到那麼遠 你寧願度價再roll 對不對 如果你說 兩個星期之後已經到十個六 其實你都不介意食股 再轉到十三個幾 那張 所以反而你買十個六 那張 那個靈活程度 是會比十三個 十三個零二 那張 是高一點的 所以如果這兩張 這樣選擇 我就情願選擇 十個六號八 這個就是我們撕到我們剛剛所說的 的 criteria 就是我們如果 不過首先幾樣東西 就是那三個 criteria 要先撕中了 先撕中了 撕中了那三個 criteria 之後呢 我們就用剛剛 Alan說的 就是到期遠一點 接著又可以近到自己的目標價 去選一個產品 選到這隻 17149的吉利的一隻 擴論一下你的道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考慮一下 九月底到期的 那這個時間 等下 CT2010你說沒有聲 但我剛剛自己聽一聽 有聲的 你會不會關掉喇叭 還是你耳朵沒有電 現在很多人用藍牙 會突然沒有電 還有你有沒有試過 你聽一聽藍牙之後 閃了旁邊的 是呀你有沒有試過 因為你兩個電話 因為他的藍牙可以接駁很多個電話 我試過有一次 不知為何去了別人 我聽到別人 別人的歌 我擺明我自己在播一首歌 但是接著 怎麽去到別人 你都可以 樓上樓下可以嚇他 哈哈哈哈 我等著你回來 哈哈哈哈 我們先跟大家打個照顧 我們好像 是掛著說自己的 冷落了大家 Hello 大家好 Nelson在這裏 早晨 接著之後 等等 CD2010 OK啦 不要 最重要是你聽到 Alan說甚麼 聽不到就不要緊 看 playback 因為我覺得今天都學了很多東西 今天有很多過股問題 我覺得待會可以回答 我們先跟大家說早晨 Ray 跟Alan說早晨 Ling 然後凍咖啡 酒冰酒 甜酒奶 Thomas 證明能夠的豬豬 都跟社長你打招呼 Hello 真的有很多你的粉絲 有些我都未見過 Ka Hei Yao Susan Man How DT852 Patrick Extra Small Fotato Mina 阿森 Jofi Yelen Eric Ricky Ks Tai Leung Pinky 早晨 然後也有另一個Ray CK 大家早晨 大家最重要是 按讚我們 支持 我 支持Invest Talk 支持我們今天的新嘉賓 李浩龍 哈哈哈哈 我未叫過李真名 其實是少一點的 小一點會 很正常的 你又不會叫我全名 通常現在是 過了中學之後 就很少叫人全名 不是啊 凡考你又會叫凡考 我不會叫凡考魚 都是凡考 你好像是 你又弄一個藝名叫張浩 那浩然算了 張浩有些古怪 浩龍 浩然很有文人氣質 我呢 說少許廢話 我這個名字 在我中學的時候 同一個階級 是有人跟我同名同姓 好像是出自曼子的 這個名字 但是他的言 不是那個言 他是言屬的言 哦 曼子是不善養 浩然之氣 就是言屬的言 是言屬的言 對 但是我用天然的言 是有原因的 因為我聽回 因為你很天然 因為我以前不是叫浩然的 哦 又是藝名來的 我最初的 今天爆字 我最初的出生子是張浩圓 圓 圓頭的圓 哦 喝水師圓的圓 是的 但是 看完八字之後 因為 圓是很多水 哦 然後浩是三點水過 又是很多水 水源太充足了 我獻他一些火 哦 水多呀 科水呀老闆 不是 現在有些火 有些火 有些火 所以我改了名字 所以我有一些親戚 都還是叫我救命 哦 就是你小時候都叫我浩原 是啊 你幾歲 我真的不記得 但是我出生只有兩個名字 不是我出生只有兩個名字 哦 所以我出生幾年之後才改名字 好像浩然親切一點 但是異壯一點 哦 異壯一點 因為這個名字比較普遍 我有一個侄子也叫浩然 不過他不是那個號 他是百告號 哦 這幾年很多人用百告號 其實我不太懂 有什麼意思 這個也不懂 真的 我只聽到你的名字的時候 我記得是萬子 有一句不善養浩然之氣 我就經常記住你的名字 多謝你 萬子 我們說完廢話 不如我們 抱歉 不好意思 我自爆自己 我們先幫一下心線有兩隻 第一隻是1839 中閘斜糧 和1951 感恩新席 我想問一下這兩隻 如果純粹從走勢去看的話 哪一隻會比較好 和止蝕和上望位置可以放一些 如果是二選一 我會傾向1951 其實兩隻的止蝕都很近 1951的止蝕 基本上放回20天平安線 20天平安線是4.3號3 如果你真的進入的話 1951 其實現在我覺得都可以進入少少 4.4號半 其實比你更好一點 進入都是4.4 但如果你真的去到4.4 你4.3號3 4.3號4止蝕 其實都很快地 你就要決定 不如現在進入少少 留個buffer 自己坐下 然後 真的衝上去才加注 我不建議放下去加注 破得今天的高位 就可以加注 破到今天的高位 即是4.5號多 你就試加少少住 然後就坐上去 1951 我覺得可以考慮 其實1839 我覺得去選擇 選擇的直播率也選得漂亮 因為直播率就是 你的止蝕價 就未必坐到20天平安線 止蝕價 可能大概6.9左右 其實都要止蝕 因為你見到6.9都是最前排的低位 6.9 大概你見到這裏是7元 你給多一點不法6.9去組織 7月底 7月初的低位就是6.92 是的 你去到那個位 其實都已經叫做跌穿了這支 陰竹 你都要準備 指一指 到時可能都入到階段三 如果你說兩者選擇 我推薦1951 就好像那個幻想空間大一點 1839似乎衝上來 還有就是見到類似那些 類似那些 其實都去到一個高位 正在做頂 即是類似版法 我就 對於這個版法 我不是很有信心 所以如果二選一 我就可能會1951多一點 好的 阿明烤早一點問6610 這個我沒聽過 飛天運動 我猜是因為最近是炒 炒那個遊戲 遊戲 遊戲 你會見到美股那邊有支 ATVI Sorry 就是ATVI 然後 動物布石 YOU Unity 都 都非常之靚仔 連RBS 就是Robots 都開始走出那個橫行區 還在做一個慢慢上升的形態 所以你回到香港 其實手遊是OK的 今早還有一支2269 不是266 266 是的 蟬遊科技 突然會升那麼多 是的 然後我還記得 會不會真的跟平台經濟有些關係 你開完會 因為 又是大家在炒 那個解 即是鬆亡 監管沒那麼嚴 是的 你監管沒那麼嚴 其實之前就是平台經濟 現在就是遊戲 還有遊戲 其實是一個 都很打不死的行業 我想說 雖然有很多監管 但是 例如 如果大家看 即是內地的視頻平台 那類 你會發覺 其實遊戲類別的視頻 首先 的觀點數仍然很高 第二 其實他們都很肯下廣告 例如 好像最近有些人都會剪回 以前紅色警戒2的影片 就放在不同的視頻平台 那裏 原來都可以收到 遊戲公司的廣告費 其實他做的 只不過都是剪回舊的紅色警戒片段 然後就做出來 即是你玩回 金融群合轉 其實都可以有類似的廣告投放 證明了其實遊戲行業的銷售額應該都不太差 而且現在都仍然是火紅火綠 所以你說遊戲上面 看到龍頭股都升到這樣 你去 想回這二、三線的東西 又不無道理 還未動 而且成交真的不大 成交真的不大 這也是一個 沒有那麼好的因素 但是 都是那句 它的指涉位很近 所以也是直撥的 直撥的 即是你純粹用直撥率去計算 是啊 其實現在的操作模式很簡單 不要猜猜恆生指數升停跌 純體直撥率 只要指涉位很近 有發夢空間 你就撥一撥了 你會用多少呢 例如直撥率 即是1比2 或者1比1.5 你都覺得足夠呢 這種市況就應該 座底找到2至3 例如我當作非天運動 紫涉位置放在1.6毫半 這個6毫半已經破了那麼多低位 那麼多的低位 現在是1.7毫6 即是放低1毫1 你看2毫2 你看2毫2 兩毫 合不合理 都合理 BB頂的 兩毫 所以我覺得是可以做到的 你都有兩倍直撥率 所以你說它是不是很好 動能來說一定不會夠那麼高 因為成交又薄了 但你的直撥率好 那你就放在這裡 純粹放低止洩位 就去吧 好 但是都是要嚴守止洩 所以大家除了記者的上網目標 或者直撥之外 最重要都是要留意止洩 其實最重要是跟逐止洩 其他去不去到的那些好閒的 你一開始定了 你就一定要 嚴守止洩的紀律 是的 你那個石屋位 你都可以自己adjust 你可以再推高 但是你的止洩一定要跟逐 千萬不要推低 是的 然後Eric的問題 就轉到內地股市 他就說 A股上證指數 有沒有機會去到3500的水平呢 因為他自己就有一個 3188 3188是什麼 我記得都是一個 華夏A股ETF 互心300 他想問一下 消費股多一點 他想溝貨 但又沒有說之前有多少貨底 不如我來 內地股市有沒有研究 內地股市我自己也少看 不要說自己少操作 跌體也有看 但我很少會下手買A股 3500 要升到200點 3500 這麼說 升不升 我不知道 但是是不是最壞的情況 過了呢 我覺得 不可以說最壞過了 但是很壞的情況 是暫時過一段落 這一兩個月應該是grace period 為什麼呢 當日穿3000點的時候 很多內地網民都在 都說我只有二十多歲 但我3000點攻防戰 玩了三百次 已經試過無限多次 3000點了 所以就變了 他們其實都很多叫心已死 然後就說 好不可以退出這個遊戲 給我錢 很多這樣的C型 當它出完之後 基本上 A股就見底了 就是很不幸地 在最差的情緒情況之下 就是見底的時候 但是見底代表會升 就不代表 見底可以是橫行的 我猜 傾向 是橫行居多 因為A股始終 就是內地綜合了那麼多的因素之後 就有一點點 我不可以叫問題 就是內地的市值 是保持著那麼多年來 都會增加 其實理論上 市值增加什麼情況之下 才會做到 就是指數要升 是 但是為什麼指數 可以那麼多年來 在3000點到橫行呢 厲害 就是因為 上市公司的數量 增加得更快 其實是好事 如果你上市公司的數量大 但是股價不動 甚至要跌 是啊 很簡單 假設今天恆生指數全部股票都不動 恆生指數假設是10000億 我想多 10隻1000億的股票 但是都是10000億 市值就由10000億變成20000億 但是那些公司上市之後的股價都是不動的 你就永遠都保持著這個情況 我再一個極限的情況就是 假設整個股市只有騰訊和阿里巴巴兩隻 加上10000億 騰訊和阿里巴巴跌一半 跌到只有5000億 然後 我再上兩隻股票 一隻美團一隻 京東 都是剛剛好10000億的 你整個市值由10000跌了5000億 之後又上了兩隻市值 變成15000億 你上市公司的數量變成4隻 但是你如果指數計算的時候會怎樣 因為那兩隻股票已經跌了 你的指數其實已經跌了下來 就算你另外兩隻上市之後再進去 指數比起一開始來計算 其實你都跌了 所以就代表 整個市場 如果上市公司的數量 持續多 市值持續大 但是你的指數原封不動的時候 就代表其實 錢 去了新股 而不是去了原本的股票 所以 就變成了原本的舊有的股票 很多時候 都是一個下跌趨勢 或者是橫行趨勢 而不是一個上升趨勢 你10隻裡面 只有1隻贏但輸9隻的時候 你的指數overall 就是持平 所以這一種這樣的局面 在A股 其實是一個phenomenon 就是因為它上市公司數量很多 為什麼越來越多 而且配股情況都很多 配售情況都很多 所以這個就是上證的情況 所以你說 他見了底 代表金去升 我想要有其他措施 和一些支持的情況 出台 才可以令到指數 升得比較急 如果你說 真的去炒 這類型的股份的時候 3188其實比較多一些消費類型的股份 你如果真的想儲貨 我覺得這個 就看中國 長遠的情況 我不是一個強悍 但如果你說 想買388做一個短炒的時候 其實它比較多一些是內稅 消費股的類別 你其實可以想想 港股有沒有類似的股份 走得比較好 例如2313 是正確的 那是消費 你今天的151都不差 不差的 151其實 可以這樣想 151我覺得OK的 但151 我自己都很喜歡 我都想叫他 但他的期權成交 是比較難做的 但他應該是388 沒有的 即是沒有包含 是啊 但是388裡面 接著可能有些 其他強一點的 那類的 可能是 但是如果 都是那句 我自己會這樣看 即是我當作去炒 如果炒的話 其實拿著2313去做 可能 還叫做 在短線來說 是容易操作 那3188 我們都是寫難取義的 好 希望可以幫到這位朋友 問關於內地股市的情況 Ricky 另一個問題 就是他本身有 222 南方A50的ETF 都是追蹤內地指數為主 但是他想換碼 換去1088 行不行呢 我覺得煤炭股 這段時間是不錯的 117,118,189,188 和1088 我覺得都不錯的 我反而自己喜歡 跟金銀銅鐵石 我自己就選了 299也厲害 對,299更厲害 我其實是看到299 動我才要買3500 299是昨天動了 但是 都升了很多 即是食股格 是否短暫 那也未必 我覺得未必 其實資源股 最近都強勢回復 因為衝憬內地經濟又再起飛 資源股又開始搶 油股 其實大家沒有人說 157 其實最近破了頂 883都去了前頂 對不對 但最近大家的目標不在 反而去了科技股 但其實這類股份 我覺得是可以的 煤股當然要再等多一會 但是相對來說 1088 我想都可以 是一個不錯的 Sharage 是將2822 的現價沽了 然後放在1088 我覺得都可以的 因為2822 最近抽升了一段時間 我想它也有一點 Fulting profit 和回復 即使沒有Fulting profit 成本都OK 很漂亮 反而這隻 直播率挺高的 然後你搶去BB拉闊 去到25元 那你8毫子 上網空間 紙洩空間 都6毫子 一搏一 我覺得都OK的 即是會快過222 如果真的A股限 嗯嗯嗯 好 阿森就提回我們金三文 就是3896 多謝你 然後我想調一調 因為有幾個朋友 都想問阿里巴巴 9988 費力士就問 你的粉絲 請問什麼價買會比較好 然後喜洋洋就說 很久之前 98元又在口貨 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阿里巴巴就 自從上星期五件事 到現在 都成餐 一個禮拜 相當之正面 再加上 李強的一番說話 是 整件事都飛了天 但是純粹從技術面來講 現在再向上薄的空間 或者直播率 又大不大呢 去買實貨 我就不會現在買 但如果 短炒過的話 你當然要留下一張 繼續接駁 去貼著BB訂閒 我其實不知道 去貼著BB訂閒 能夠多久 真的不知道 但是 我傾向他都要做平台 試一試 20天明文線 才再去 如果是這種情況的話 我覺得 與其比較 不如你看 這個圖案 是橫行 還是20天線 追上來 其實他可以橫行 20天線 同時追上來 這種情況之下 你買的時候 就算到直播率 現在比較難計直播率 我當你今天買 你可能要坐到800元 或更大你才會止虧 有時候你選擇不止虧 這個直播空間 就會有少少 難計到數 如果你正股的話 我就傾向橫行才買 好 其實無論是 短炒融 是這個 正股都是等一等 似乎 論調都在這裏 多謝阿菲歷史 支持Alan 亦都支持我 多謝你 Nelson883 剛剛說過 資源類股份 很強 但是現在 現界先去追 會不會有遲 我又覺得OK 可以放下 獻身工去call 破前頂 至少破前頂 你好像857 其實破完前頂 我想說中石油 是特別強 中石油 在過去兩個月 是一直破頂 破頂 883 都還未破頂 是的 其實好像留了少少 馬力在尾 一下子 防不上 才鬆脆 那種感覺 我想NATER上面 是有機會不同的 兩隻股票 但是 都是有強買強 我覺得 857是最強 第二是 883 第三是 386 如果857 嫌高不追 就要追回883 但是我自己會擺 新工具 我不會擺正股 不會擺正股 因為你都是計不到直股率 跟剛才教過888的概念 我都是計不到直股率 如果我衍生工具 我的指示 就會保留在 12個 前一日 揚足的低位 是的 都是 等一等 不急著 是的 KS1350 立即回答你 不要 不要想太多 上海復旦 但是你的問題 想問什麼 都是車股 只是問號 因為最近 A街廚是不錯的 不過你這隻不是 這隻 CK 是不是同一個人來的 20元 20元有貨1350 20元有貨1350 有盈理在手 上網 很漂亮 一個橫行區 剛破了訂 你當然是拿著它 如果真的止蝕的話 近一點止蝕就是20.6 但是遠一點 你就放20天平均線 如果20天平均線 大概是20元左右 就是一個多 我覺得遠一點 都是放20元 是的 好 我們問多一點 今天好像有多少問題 772 Tai Lung 越文 很久沒有人說 不過我記得Alan 偶爾也看到他有提到越文 Tai Lung 34.4 跟現價差不多 今天回到家鄉 我自己暫時 是指責 我自己暫時就不買這隻 沒有太明顯的趨勢 沒有太明顯的趨勢 我們做trend follower 我們都是穩趨勢 他沒有明顯的趨勢 我不做 好 已經很簡單清楚 最後 Alex 2689 這隻都是沒有明顯的趨勢 但我都覺得挺慘 本身人民幣的強弱 對子業來說 是有影響的 但好像這一招 是完全沒有 沒有浪費的 他通常是會 背後的 這些是 工業股去到差不多的時候 最後炒經濟很熱 就炒他們 一直都是經濟過熱的 中美段才開始炒起 現在是 現在熱都不熱一下 現在CPI零 你至少做多一點點東西 所以是 不會買 不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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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麻煩了Alan 我都說了很多東西 又教大家怎樣去找工具 我覺得這一集的含金量 非常之高 值得大家去看 不過 之前有個小小的廣告 買一買 就是 遇峰的投資組合 剛剛早前 我們有個小Banner 就說了 其實是什麼呢 因為 我們其中一個嘉賓 Thomas和Angus 都經常上來 我們 他們現在有一個優惠 就送給大家 就是有關一個 遇峰的定期現金 分派投資組合 今個星期 Thomas上來 他解釋了 究竟這個 投資組合裡面的含量 在哪裡 其中一個 我想大家 比較關注的 其實他可以穩定 每年 就分派到六萬元 就是回報有6% 給大家 還有 他的部署 就不是純粹 只有股票 他也有獻身具 甚至 都會有一些 charsary 就是國債 或者投資級別企業 在裡面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去 遇峰的網站 或者在 裡面 我們現在的圖友 看到有WhatsApp WhatsApp給他們 就問更多詳細的資料 希望可以在市場裡面 大家都有很多 不同的投資工具 可以幫到 自己大家 好嗎 這裏 我們繼續 來找Alan 上來 分享更多 他們的理念 是怎樣 希望 努力加油 希望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 在80後頭 跌下Facebook Facebook沒有改名 是的 好了 今天先和大家聊到這裏 我們下個星期 繼續港股開試託 拜拜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by bwd6